这玩意 货真价实的 看看 哇 这个你们都能弄了 你们要干嘛呀 军事机密 讨厌 来来 比喽比喽一下 黑子哥 你 你瞅我乐啥呀 你们要干嘛呀 跟我说说呗 你要不告诉我 我可一天都跟着你啊 你咋就盯上我了呢 我好欺负呀 黑子哥 作为记者 我要正式地采访你一下 今天是不是要打水牢啊 这么难怎么进去啊 雷福到底想出什么招了 这水牢进不去 就没别的招了 我告诉你啊 要玩 我们就玩大的 我不信 我希望王三 黑子哥 新客的家伙 任务完成后 我们好好的密西密西 密西密西的 就不要不要的 王丧也是辛苦辛苦的 干掉高桥那小子 是必须必须的 我觉得你们在闹着玩 我虽然没见过 几个小鬼子 但是你们呀 装得真不像 我们装得不像 那你来试试 看我的 要我说呀 就应该给他弄一套 那日本女人的衣服 你知道吗 就那脑袋那么大个儿 那个上面插得 跟那个机关子似的 你知道吗 整天 王丧丧你可恶心死我了 我恶心死你死那边行 都换下了 看看 雪大你干吗呢 又调皮 他们说我装小鬼子不像 我偏要试试 那个花姑娘 你看看 我有没有一点 黄金的意思 你黄牛还差不多了 你就是穿上 日本将军的衣服 一看也是小汉奸的呀 什么叫老黄牛啊 我要是黄牛 我也是一勤勤恳恳的 老黄牛 别不要脸了啊 来吧 看看我 装得像不像 我来吧 脱了 难看死了 让你别调皮 赶紧脱了 我也要参加行动 参加什么行动就是打仗 好儿子上去带上 新闻姐 没辙了吧 大小姐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哪儿都有你 一会儿就把你当小本子好好的练 跟子军说你呢 没有嘴 脱了吧 玩儿够差不多了 东西别着急 等巡逻队过去 咱分批下山 这鸭子跑这儿干啥来了 怎么那么不好吃呢 一定是咱们不带他下山 自己私私跑出来 要是有危险 冲过去救人 准备 天呐 就得越来 早点 来 第四季 三老师 来 到前面这次动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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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大小姐 许丹 怎么下山了 谁让你们行动不带我 梁飞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山上 我都没事干 我又不是武功队的 小鬼子也没必要抓我 你们就带上我吧 蔡大小姐 我就纳了闷了 这小鬼子怎么放你过的烧菜 他们让我检查 我让他们检查就是了 我身上也没有枪 我说是探亲的 他们就信了 胡闹 赶紧回去 我不回去 细文 带他走 快 走 别闹了 梁飞啊 快点 蔡小姐怎么突然就不懂事了 大小姐的当官了对 你叫小姐 我可以 我自己想知道 你也不懂事了 你也不懂事了 你老板 你真是像那个 你这个时候 应该在俱乐部防卫才是 战军 已经得到准确情报 梁飞计划对您行刺 所以这次活动 您不能参加了 我帮将军你见谅 什么 上 上 安队长 上 不是 咋还回来了 雪丹跑下山了 要不是我们及时发现 就跟着进城了 你给我站住 不是 我说你一个大小姐 你跟着去填什么乱线你 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 我天生就不能当武功对战士 天生就该是大小姐 尚大哥出事了 我就只能看着 雪丹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过这当战士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你先别闹急雪丹 老汉 你看 这就是胡闹嘛 对了 梁飞他们进城了 是 看这时间应该是要动手了 我去联络站等他们了 行 您放心 这丫头片子交给我了 我让大楼盯着他 我先走了 是 我看出来了 这次是真不高兴的 是不是就因为西温不得不送菜 业丹回武功对外联益 生气了吗 能不说没用的吗 我去准备了 你不觉得这次菜雪丹下山 挺奇怪的吗 什么意思 之前在重庆的时候 我就提醒过你 记得吗 不能参与的想法 你说日寇想要扶鸡腾 为什么偏偏选择在那个巷子 你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提醒 行围 快点去带走 怎么了 我的脚 走 你说他来在这儿 你说什么呢 说你呗 我有什么可说的呀 今天不惦记大小鬼的 就惦记了死他 不是够的知道吗 我实话跟你说了 我呀 就喜欢才侠那样呀 得行 之前我在南京见到那个纳特里 跟他很像 你怎么不早说 之前我也没多想啊 但是那天他穿了鬼子的军服 才提醒我 而且是越看越行 不可能 采公爵是他亲生父亲 怎么可能是他呢 正因为如此 你想想 如果一个敢杀自己亲生父亲的人 那得是多可怕 所以现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 那三雪丹下山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给萧贵子送情报 同志黑子跟嘉嘉 赶紧撤 行 咱们撤 不行 咱们俩不能撤 咱们得留下 继续附近 就咱俩 没错 不管你刚才分析的是真是假 咱们只有把这首戏演完 才能释出 采选难到底有没有问题 明白 白手胖 行动取消了 不是 怎么就取消了呢 取消就是取消了 一切行动听指挥 走 去通知猴子那边去 去通知猴子那边去 行动取消 不打高枪那老小子了 哪那么废话 说取消就取消了 走 来 咱们得给他们弄出点动静来 才能释出真假 准备烟雾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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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中了 真的是上班 走 大佐 你来 随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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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追两个人 跟我走 走 走 是 是 我军阴盖他们 咱们不该走 杨菲 快走 追 追 快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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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 这段人了吗 这儿没有 走 去那边看看 走 跟我去那边搜 下 走 你抓不住梁飞我可以理解 但是 连个陈彩霞都知道 连个陈彩霞都知道 抓不住 未必太失职了吧 大佐 这里是济南 我对地形可没他们熟悉 再说了 那么大的烟雾 帝国军人从来不找借口 我只希望不是因为 陈彩霞这特战局的人 你就网开一面 你在质疑我的忠诚 忠诚 你现在可以去水楼 和你的上队长好好聊聊 你们怀疑雪丹 是 从一开始到现在 尤其是这次他来武功队 不觉得太蹊跷了 今天小鬼子早有准备 车里的人是山本 我要不是及时停止行动的话 咱们损失就大了 消息是怎么泄露的 只有蔡雪丹 下山过哨塔的时候 才能传递消息 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 跟他说过我们的目的啊 我们是没有 但是嘉将和黑子呢 他们跟蔡雪丹的关系 可好着呢 天哪 这太可怕了 如果真是蔡雪丹的话 那太可怕了 如果彩霞是对的 那咱们做什么 小鬼子都能知道 可是 咱们只是猜测对不对 我不可能只依靠一个很像的背影 就来做判断的 雪丹已经没有亲人了 一旦我们弄错了 他得多伤心啊 西文 在水牢里面的是你哥 不如 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一个日特 那还怎么救 没错 所以 我们要想办法试他一事 还有 这件事情 只能我们三个知道 不能让嘉将黑子知道 他们俩藏不住 你打算怎么试 西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重庆的时候 你被一个日特抓住 你听到过一个女人的声音 明天 我们要一起来 在这里 不错 那回山之后 我们想办法让他说句日语 飞哥 回来了 飞哥回来了 飞哥 飞哥 飞哥回来了 飞哥回来了 梁飞 怎么样 成了吗 古小矿子 不要 你记得不則 我 我 对了 要不是飞鸽提前发现问题 搞不好我们现在就不能 这么面对面地说话了 闭上你那个乌鸦嘴 什么就搞不好搞不好的 我前面那句你没听见是不是 没听 我说要不是飞鸽提前发现问题 然后才是搞不好 你哪句我都不愿意听 你说话让人心烦 也真是奇怪 习文杰 你说这小鬼子 怎么就会提前有准备了呢 是我们太大意了 这么重要的活动 小鬼子不可能不说话 一定做了周密的部署 用山本换高桥 根本就是这么回事啊 弄了半天是和咱们玩了一回 狸猫换袋子是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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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 对啊 我呀 我是 天机不可泄露 天机 真有什么好卖关子呀 真没劲 天机 你就跟我们说说呗 你真想知道 那好吧 我呀 当时到了现场以后 我就看到一个磨剪刀的 还有一个擦皮鞋的 他们俩 一个说 你好 另一个说 你好 我一听完了 这说的是日语啊 他们俩 一个说 准备好了嘛 另外一个就说 早准备好了 就等着梁飞到了 那我们还不赶紧撤呀 拉倒吧 静瞎边 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吗 当然不对了 你说的那是日语的 你好和早上好的意思 蔡小姐 没想到你还会说日语吗 你还别说这日语 我也会整两句 我的西娃 我的意思 我的西娃 我的意思 放水 你突然觉得 为了救我哥 咱们战队 真的特别缺一个 会说日语的人 没错 我们还真需要一个 会说日语的人 加入我们战队呀 哎呀 我会呀 真的假的 吹吧你这个 听着啊 我好 梁飞 明天 有一个人一起来 在这里 我得吸你闻一个 蔡小姐 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猜蔡小姐说的 应该是 打倒日本小鬼子 不对 里边有梁飞的名字 肯定说的是 打鬼子的英雄 梁飞 在这儿呢 打倒吧 我说的是 我喜欢梁飞 就是 我喜欢梁飞 你还会说其他的吗 我 我就会说那么一句 我才喜欢上席文 就是 我喜欢上席文 我喜欢上席文